猫头鹰的家 看到猫头鹰就知道家到了 住户用墙上的画来区分家的位置 40多年的魏武营旁边这个老眷村 摇身成为彩绘村 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搭乘吊车 正在做画 10天内就能完成创作 我的想法是做这个墙 是在画面的色彩 从红色的红色到红色的红色 另一边芬兰设计师也正在进行创作 台湾传统老公寓有冷气跟铁窗 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虽然难度高 但在意大利跟芬兰艺术家的努力下 整个社区成了网美最爱的拍照航点 很可爱 怎么说 就画得很漂亮 而且发现它是外国人画的 设计得很好 对 这种主题还不错 斑驳的墙面变成非常的美观 然后色彩也缤纷了 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 让整个社区活跃起来的 老旧社区当画部在艺术家的巧手下 外观脱胎换骨也为老眷村注入新生命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南投市观光热门景点 也有各种风格的民宿 除了城堡豪华建筑 有的则是走简约风 甚至是在山林之间 错落一栋一间的这个民宿 加上大面积的玻璃设计 好像是住在玻璃屋里面一样 也吸引游客到访 山间翠绿草皮细雨中漫步 眼前像是一座古仓 活有美式乡村风 进入室内也有洞天 工业风布置 让整个房间变得很时尚 坐落在鱼池乡的树林间 每间民宿都是独栋建筑 草皮上的三角玻璃屋 多面通透的大玻璃墙面 让人就像睡在大自然里 园内的设计处处都是 唯美的IG景点 吸引了不少游客 住的感觉就是很放松 很悠闲 很安静的感觉 这边的话它的造型很突变 然后有适合就是情侣的 然后如果说是适合家庭的话 它也是因为窗户是很通透的 你就感觉跟户外的感觉是很接近 不只建筑设计吸引人 园里的一个大大摇烤 现杆现做现烤的披萨 更掳获了游客的胃 这样子就是它的墙壁是透明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外面很多绿色的树 很特别 很特别 觉得很亲近大自然 还包括树屋直接穿插在建筑中 融为一体 像是住进树屋一样 一元童年梦想 你们也没有并没有破到树木了 没有我们的树木都是 我们会特意挖洞 就是挖一些东方树屋会 还是这样子成长 在树林间 植物与大地相融合的设计 不失史上 与南投多处坐落山区的城堡风格 都是游客造访打卡的热门景点 东森游位红青在南投报道